欢迎订阅我的字幕 字幕组 大家好 讲解这段故事 今天讲的是 旦家婆摩蜆 香港自古以来 都是渔村 而且亦有很多旦家人居住 以船为家 以海为主 以海为生 所以也为香港留下很多 与丹家人有关的族语的揭后语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丹家婆婆蜆 蜆就是生活在沙底的海尾 或者在浅水的沙滩 沙底下大约是半尺的沙地 我们就趁这些 趁虚贪得意 拿个扒和桶去沙滩挎 应该也试过 但以前丹家人有不同方法 他们会用一枝长竹 竹尾绑一个筷 好像那些绿面的屁 拿到这么大板 一样 丹家婆便会 好搞笑 丹家婆便会车舷艇 去咸淡水交界河滩 落西 通常第一次捞上来的 都是免沙 要在第二节才会有蜜 这个方法 几乎每个丹家人都非常清晰 要看第二个西才会有蜜 而广东话的西和小的音很相近 那些人就会借淡家婆摸弦 去引用一句揭后语 看第二世了 不就是说这一行呢 这一世就没有行的了 那我们希望唯有健忘第二世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